我虽然平时比较没心没背的 但是我喜欢一个人也是在很认真很用心的在喜欢一个人 所以我就想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你到底喜欢谁 如果你喜欢他 那我愿意退出我也愿意祝福你吗 对不起 我明白了 对不起什么你说说说清楚什么事 其实我是先跟小雨认识的 然后每次我约小雨一起出来吃饭 小雨都带着千千 有一次吃饭我们刚点完菜 小雨就说她有事先走了 其实我挺生气的那次 因为我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我也喜欢她她干嘛要这么做 那天晚上我就问贤贤她是不是喜欢我 然后她说她喜欢我 我说那咱们俩就在一块吧 那你怎么问得出口呢 你又不喜欢人家干嘛 问别人喜欢自己干什么呢 我确实是想知道一下 我如果我跟您好 小雨她会不会做什么表现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觉得拿一个女生的感情这样去戏弄 实在太过分了 关键还是她的好朋友吗 对啊 而且你拿一女孩当备胎已经够可恨了 更可恨的是拿这女孩当试纸 我觉得年轻人就这样游戏感情吗 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很残酷吗 其实她不仅仅是适职 因为她也说了 她也很好 她想享受其人之福啊 所以我要说 天下的父母真要好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把自己的孩子教育 有情有义做人要负点责任 知道什么是礼仪廉耻 话说的虽然重 但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重 今天要是不把这事给说重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的这个事 到底有多难看 我相信她也许也不是有意的 只是我当时我太主动了 她可能不知道怎么去 我理解你这样说话 因为你还爱着她 但你也要分心是非吗 接下来你自个儿跟她说 好吗 来来来来 你站在这儿来 你站在那儿去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 接下来是薄贤的告白时间 倩倩对不起 其实我不是有心要骗你的 其实我一开始就挺喜欢小雨的 我也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她怎么能帮助你一起追我呢 所以我当时也挺生气的 也是堵着点气 就跟你在一块了 对不起倩倩伤害到你了 我不是成心的 我们分手吧 你是白衣服吗 我感谢你 我们把话说开 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 我和他连好朋友都做不了了 虽然说男生是关键人 但其实养育真正的态度 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友情 是否还能够维持下去 今天咱们要做的就是 把一切虚伪和沉默打破 把实话说出来 结果呢该怎样就怎样 做得了朋友就做 做不了朋友就各分东西 但是记住 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可以吧 可以 可以做到吧 不要再憋着了啊